中秋节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中秋节真的快到了 就在两天就快到了 先预祝大家中秋愉快 中秋节我要干什么呢 中秋节我要赶快把我的书 我还有一些部分要整理 把书写好 写什么呢 就是我跟张铅老师在写 跟长照相关的问题 把经验分享给大家 除了它是一个心灵疗愈的一本书之外 最重要它是一个叫站手册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要怎么样处理 以及雇主协会 现在还在持续的努力的 阶段性的任务有哪些 除了先解决巴士量表 增加雇用国 白元国之外 我们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我相信我们只要一步一步往前推 台湾低金国耻这个问题 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今天在努力这本书 先预告一下 所以中秋到底要做什么 我没有什么玩心 没有什么玩性 有人说去哪里玩去哪里玩 我没有玩性 所以我必须要先把这本书完成 我希望九月可以进入编辑 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预告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书 那也可以先开放给大家预定 我们就知道大概要印多少分 好 那我们回来今天要讲这个主题 今天讲就是讲缺工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次的公听会 在立法院的公听会 我们非常谢谢这个国民党的委员 来主持这个公听会 那已经带动了所有的改变了 那带动改变我觉得最让我讶异的是 在这一次的公听会呢 我们发现劳动部的劳发属的副署长 怎么突然好像吃了陈石药 陈石中就开始讲实话了 然后为什么他会讲实话 我们待会会分析 长期以来 无视于我们劳动市场的真正的问题 然后呢 曾姐已经说瞎话 自知不理 然后突然有一天 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突然转向 说台湾各行各业都缺工 这是突然发生的吗 其实台湾各行各业都缺工 已经缺了三十年了 台湾为什么会低薪 就跟缺工有关嘛 到现在还有人留言说 我们就是因为年轻人 不愿意做底层的劳动 都去念书了 所以他们不愿意做底层劳动 所以我们才会缺工 那真的也是说瞎话 完全是胡说八道 你的依据在哪里 我愿闻其详 怎么会有人总是 完全不知道问题 然后就张口急 还就胡说八道 你知不知道 现在台湾的失业率是多少 只有三点多啊 三点多%啊 这低于全世界的 平均的失业人口的 低于4%都算正常 我们低于三点多% 代表劳动市场完全没有人 并不是有哪一个人 真的不愿意去做底层的劳动力 而是完全没有人 好不好 完全没有人的时候 他当然会去寻求 可以换比较高薪水的工作嘛 或者打好几份工啊 Uber啊 都要做啊 当我们劳动力都走到这边去了 我们的家里的长照 还需要我们放下手上的工作 回家照顾老人 照顾小的 那你劳动市场 当然更缺工嘛 整个恶性循环 所以怎么解套 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 那听不进去的人 永远听不懂 我也没办法 我觉得我已经苦口婆 已经讲这么多年了 听不进去的人 永远听不懂 那好不容易现在 劳动部终于松动了 要开始往听懂的方向走 那谢谢你 可是我们第一件事情 要解决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我们的低薪的问题 好 那低薪的问题 长期以来 我们为什么挡住外劳 政府的理由永远是 这些劳团 这些NGO永远理由就是 我们要保护本劳 那你喊保护本劳 我们本劳被你保护30年了 30年来 我们的外劳政策 完全是错误的 理由是保护本劳 那本劳有没有被保护呢 没有啊 你的结果就是30年来 大学生的起薪没有变啊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的起薪是18500 外加还有股票 因为我在科学人区 在电脑公司 后来第一年是这样 第二年薪水就调超过2万块了 还可以配到股 那现在的年轻人的大学毕业呢 2万2千 2万2千8 然后几乎不能够浮动 然后你敢移动你的工作吗 那为什么新加坡可以是三倍 于我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他们就是7万8万台币 他们大学毕业生有比我们好吗 你说好啦 有一些人家双语教育 在劳动市场上竞争力比较强 但我们也有双语教育啊 我们也有双语能力的孩子啊 为什么他的起薪不是七八万呢 是因为台湾的老板是灌老板吗 那为什么新加坡的老板不是灌老板呢 你不会觉得香港跟新加坡 他们比我们更要功利 更要现实 更要比较讲究 这个不是讲情面 不是温情主义吗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到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只是因为台湾的老板都是坏蛋吗 当然不是 据我所知 所有的中小企业跟员工的关系 是非常和谐的 有赚钱老板都愿意多发年终奖金 你看这些大的公司 每次到尾牙的时候 哇甚至连汽车 双逼的汽车都在抽奖 为什么赚钱嘛 老板开心 所以就多发一点 员工才能够怎么样 有向心力 才能够留下来 不会被别人挖走 那为什么普遍还是低薪呢 因为产业外移 所以台湾低薪变成国耻 蓝绿轮流执政 低薪变成国耻 所以你还可以把这个国家的执政权 交给他们吗 那你说我投给柯文哲好了 柯文哲有办法改变吗 他在台北市光是一个城市 他的政绩就是掉车尾 全台湾掉车尾 所有的县市掉车尾 他有办法把国家救起来 解决低薪式国耻 你不要骗我了 我不相信 我完全无法被说服 他的经验值 他过去的整个在医院的这样的经验值 我没有办法说服我 他可以做到这件事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连外媒新加坡的媒体 特别报导 这个新加坡的媒体叫CNA 特别报导 都注意到台湾低薪式国耻这个问题 奇怪怎么会发生这个事呢 于是来探讨台湾为什么发生低薪式国耻 他把这个事情归咎于通货膨胀 通膨 但事实上台湾的通膨严重吗 台湾的物价 跟全世界相比 相对是低的 我们的蛋也不贵 我们的牛奶也不贵 所以我们的物价 我们的通膨 跟全世界相比并不严重 有很多人觉得移民来台湾的时候 过得很舒服 第一个物价不高 第二个我们的人力也 不是很昂贵 所以他调查的结果觉得完全是调查错方向 但至少台湾低薪的这个问题 外媒注意到了 那因为外媒注意到了 所以台湾就有很多媒体跟着在谈这个事 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 完全把错卖给错要 解决方法很简单 你就是跟新加坡一样 劳动市场自由聘雇 我们的经济自然就回来了 经济回来 产业回来台湾 服务业活回来 那高薪的工作机会就出现了 否定现在产业外移 所以没有适合的工作给这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只好一个人打四份工 才勉强有一个体面的收入 累都累死了 你还说这些年轻人不愿意吃苦 都去当Uber 你觉得Uber很简单 刮风下雨 夏天这么热 接单之后还没有办法去上厕所 这件事情都要解决 很痛苦 你觉得很简单 你自己做Uber做一天试试看 还是你叫你自己的小孩去当Uber 说这是轻松的工作 不是啊 是因为第一个找不到自己的兴趣 所以我那天去中生大学跟同学分享 生涯规划应该要怎么规划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及早赶快找到自己的兴趣 找到自己兴趣才会有目标 所以这个中秋的周末呢 我们就把这个录制的 这个我去演讲的内容 分享给大家 讲到不一定对了 但是大家就参考看看 好吗 这个我会分享给大家 所以关键在于 让产业可以回流 只有产业回流 才会有中高阶的工作机会 中高阶的工作机会进来 我们马上面临更严重的缺工的问题 因为都受了高等教育 你说一个双心家庭 要向劳动市场释出双心 这个夫妻都出去工作 老人谁照顾 小孩谁照顾 配套措施就是怎么样 不是用八字量表来决定 你的聘雇 劳动力的资格 而是用你的家计单位的收入 你必须要养得起 聘雇得起 你才能聘雇 然后就像新加坡 香港一样 自由聘雇 你就可以解决家计的问题 向劳动市场释出双心的人力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在公厅会上面 就有人 这个我必须要讲 特别提这个名字 就是国民党的不分居立委 温玉霞委员 已经几次开了这个公厅会 终于我们听到 劳动部松动了 讲了实话 包括怎么解决黑工的问题 解决缺工的问题 就可以解决黑工的问题 待会我们把逻辑告诉大家 终于劳动部也这么说了 我觉得很好 我们讲了这么久 你们总是跟着那些 所谓的劳团 所谓的专家学者 这些人 讲了三十年了 造成整个国家 国困名疲 而解决的方法 就这么简单 这么明显 你到今天才说 你终于听懂了 你终于知道台湾到处都缺工 可是下一顿我们要告诉大家 就在八月的时候 许明春说什么 许明春是谁啊 劳动部部长 他因为淑女墓的这个事件被踢爆 乱用旧安定基金 在立法院的时候 还是民进党的立委去踢爆他哦 然后怎么样 就哭哭啼啼的说 我不干可以吧 然后从此之后不去立法院备巡 有这么蛮横的官员 你可以直接藐视国会 所以藐视国会罪一定要定立啊 然后许明春不去立法院备巡 他跑到哪里去啊 他跑去欧洲分享 他怎么解决台湾缺工的问题 在脸皮之后啊 结果劳动部的劳法署的副署长 在这一次温玉侠委员 所举办的这个公听会 诚实的说了一段话 我们把这个影片给 po在网络上给大家看 今天我们下一段 就来处理这一段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不讲啊 心中真是不土不快 长达30年 你到底还要折磨我们 到什么时候 我们下一段进来 好我们回到现场 我们先看这个新闻 因为我们没有影片 我也不想播这个影片 给大家看 许明春 我们的劳动部部长 花工糖跑到哪里去 跑到欧洲去 他跟欧洲人分享什么 他跟欧洲人分享 台湾怎么解决缺工的问题 因为欧洲也缺工 凡是先进国家 或是已开发国家 缺工的问题一定会发生 因为子女数少 出生人数少 而产业在发展 服务业在发展 人变老了 需要长照 这些人力要从哪里来 当然要跟别人借东风嘛 草船借鉴 结果 许明春跑去 侃侃而谈了 他说怎么样 我们设法让这些 已经退休的人 二度就业 让劳动市场 可以充足起来 然后呢 五月的时候 最新的统计 台湾的失业率 在三点多巴 比欧洲还要低 所以呢 我们已经 所有的全员 总动员 台湾已经充分就业了 台湾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可以重新 释出 跟劳动市场 释出人力 这种谎言 可以讲得这么样 斩钉截铁 往自己两样贴金 我已经解决了 缺工的问题 还可以分享给别人 那真的是 丢脸 丢到欧洲去 闹笑话 闹到 从太平洋 闹到大西洋去了 真相是什么 台湾各行各业都缺工 而且没有补足 就是因为各行各业都缺工 我们甚至可以把各行各业都缺工的 总缺工数算出来 来 我们的救火兄弟 公家人员 救火兄弟缺工缺多少 根据迷朗自己的数字 缺工三千人 到今天为止没有补足 什么时候说的缺工三千人 2018年说的 到现在五年了 缺工三千人有没有补足 没有补足 这个是公家的某一个领域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缺工 我们的农业也缺工 渔业也缺工 你现在说我们现在 在我们的渔船上打工的大部分都是外籍 移工 你补足了吗 我们的农业缺工呢 你补足了吗 我们的小吃店 我们的这些老店 很好吃的这些面 饭 这些小饭馆 小餐厅 很多都歇业了 好吃的东西二代不接手 人力找不到 于是就歇业了 那你补足了吗 我们的长照人力不足 你补足了吗 通通不补足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你不是说一直希望产业可以回流吗 回来台湾吗 没办法回来 因为没有劳动力 再讲一次 你自己讲的 我们五月的最后的统计 台湾的失业率只有三点多 百分之相三点多 这个有很多是什么 是自愿失业 以及完全不能就业的 因为人口里面 必然有一些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就业的人口 生病 或是智能的问题 这一定的 还有一些是自愿失业 那这些人力都算进去 失业率在4%左右是正常的 结果我们低于正常的失业率 好各位 所以我们劳动力能够去上班的 已经每一个 每一个都没有缺都去上班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黑工有多少 你都可以算出来 我们的营造业的缺工 绝对在20万人 一定有这个数字 韩国在前几年就已经统计了 他们光是营造业的缺工 缺30万人 所以他们现在在思考 要怎么补足这个部分的劳动力 他们的引进国总共有十几个国家 都已经签约了 在劳动市场大力的去抢人 营造业是一个主要的 对不对 农业啊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的服务业啊 我们餐厅也缺人啊 所以这些人数总加起来 其实台湾的缺工人数 我不要说产业回来 产业回来 光是郭台铭一个龙滑厂 如果愿意回来的话 他缺40万人 你40万人去哪里生 然后现在劳动部说 因为长照的问题我们要解决 所以我们把这样表把它放宽 我就可以造福60万个家庭 你造福60万个家庭 代表你要引进60万个移工 你去哪里生60万人 你想好了吗 要从哪几个国家引进 神秘兮兮的 不要装神秘 你根本没有准备 现在这样讲就是因为选举快到了 再骗大家 选完之后还不知道 牛年马月才会开放 而且 我们因为缺工严重 所以 就去抢别人的工人啊 香港 在疫情三年期间 他们本来没有黑工的问题 移工嘛 你要申请就自由聘雇啊 所以想要聘雇就会聘雇 谁会去用黑工呢 没有必要 风险大 对不对 我用合法的就好了啊 可是疫情三年期间 因为工人进不去 所以呢 就有缺工人开始去抢别人的工人 他可能是家庭类的帮佣 他可能是照顾病人的 或是照顾小孩老人的 用高薪把他诱使出来 让他逃走 所以香港现在也有黑工 可是疫情 现在后疫情时代了 这个问题很快的 因为他们自由聘雇 也会得到解决 可是台湾的黑工是怎么造成的 数字又这么的庞大 台湾的黑工 完全是错误的政策造成的 因为你人为了 限制了 有需要工人的人 你不让他聘雇 于是呢 他就去使用黑工啊 黑工也有外逃的诱因 他有融流他的地点 所以这一次的工厅会 我觉得很罕见的 我听到劳动部的官员说啊 这个最后逐字稿会出来啊 我听到劳动部的官员说 是的 如果我们今天开放 走开放的路线 让所有缺工的人 都能够聘雇到劳工的话 我们就可以解决黑工的问题 黑工的问题是因为 劳动力不足 所以才会去抢别人的工人 而且这几年来被抢的工人 都是什么 都是这些重症的家庭 这些重症的家庭付了买工费 付了仲介费 然后呢 人进来没有多久 用各种理由就跑了 他们已经是弱势的家庭了 损失这些钱还要再重新花同样的钱 再加一倍的钱 再把人请进来 再把人请进来 又一样又逃走了 政府有没有去补贴他们 协助他们解决 政府只有很冷血的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长照2.0 我们希望你是使用我们的长照 用机构来照顾 人啊不要摆在家里 送到机构去 可是呢 这个床位又是什么 生多粥少 所以你不见得申请的进去 如果是重症也申请不进去 那请问重症这些人怎么办 你完全不解决 所以我觉得这些一些冷血的官员 你明明知道 台湾的雇主 这些弱势的雇主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任由这些劳团 这些人都在讲 移工的人权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先想想 台湾的这些弱势的家庭 他们的人权又在哪里 人权不是应该都一样的吗 你们来访谈的时候 永远在问 移工有没有被虐待 你有没有问过 阿嬷阿公有没有被虐待 脑麻的小孩有没有被虐待 这些肢体残障的 我们的国人有没有被虐待 没有 甚至已经发生被虐待的事情了 这些移工还可以 要么回到自己的母国 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要么怎么样 要么就在台湾 就转到下一个雇主 损失的人 还是被这些被虐待的人 这个政府怎么这么没有国格 搞了半天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 我们的劳动部的副署长 刚才许名称不是说了吗 台湾的黑工问题已经解决了 台湾缺工的问题也解决了 有解决吗 我们来看看劳动部的副署长 劳发署 副署长 很短 我们只剪其中一段而已 他在立法院的公听会上怎么说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我们少子化的部分 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以前的 我们叫3K行业 所以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在缺工 各行各业都在缺工 所以说劳动部也在检讨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说我们最近大概 政策上也大幅度的改变调整 包括制造业 营造业 包括农业 最近大概 我们看到各行业都在做这样子的反应 然后我们也做适度的放管 好我们看他刚才怎么说 他说各行各业都缺工 有没有 各行各业都缺工 那现在我们的态度是开放 我们要适度的开放 我就问了 我说这个聘雇的权利 是不是本来就是我们的个人的自由 是吧 你没有办法否认吧 这应该是我的基本的自由啊 结果你掐在手上 你现在说我开放 开放是德政 我觉得好像被小偷偷走东西 然后还你一点点 他偷走我100万 然后还我1万块 说这个是德政我还给你了 不对啊 你应该把100万都还给我 我完整的自由 你应该要还给我 就是新加坡跟香港 这种自由聘雇啊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呢 你的理由是保护本劳嘛 对不对 你保护本劳已经喊了30年了嘛 我们根本没有劳嘛 没有人要去做这个底层的劳动的工作 因为有别的工作已经占满了他们的时间 不是他们好意勿劳 而是每个人本来就是选择收入比较高的 比较轻松的工作不是吗 你让我们的孩子都受到高等教育 然后你逼着他们要去做底层的劳动力 你到底为什么 要的话你自己生小孩 让你自己的小孩去做底层的劳动力如何 同不同意 你不同意为什么要逼着别人的小孩 去做底层的劳动力 何况台湾在高教的这一块 已经是全世界等于是学历最高的一个国家 你为什么要让这些受了高等教育的孩子 去做底层的劳动力 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不要在那边留言说 哎呀就是他们好意勿劳 你才好意勿劳 你完全连理解劳动力的这个问题的能力都没有 努力都没有 然后随便乱讲话 好意勿劳是留言的人 好不好 所以我们刚看到劳动部 你自己部长说的话是什么 然后你的副长说什么 这个矛盾从哪里来的 就是因为长期有人把持了这样的引进的 控制了他的数量 你随便去回想 大家都现在知道淡淡危机 对不对 只要是因为政府的介入 导致缺货的东西一定有问题 政府的介入导致淡缺失 粮食上澡 所以没有人要养 那你应该要解决粮食的问题 饲料的问题 你怎么会等到事发了 然后情统感问题也没有解决 一再的爆发 然后老是在缺氮 什么时候缺氮你自己都知道 然后到最后才从国外引进淡来 你这些钱拿来解决 饲料问题不是又刚刚好吗 福祉本地淡农 不会有臭蛋的问题 劳动力的问题也一样 你不要管 你就开放就好了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管理 没有人会把外劳请回来 把它供着 就是真的有你的 不管是家里 或者是职场 你需要这个劳动力 才会去并用 所以你要加强的是什么 加强的是巡逻跟管理 你是不是真的劳动力进来之后 学新加坡跟韩国 怎么样管 新加坡香港都一样 他们怎么管理的 清清楚楚 那你还需要去解决黑工的问题吗 不需要 黑工问题就是因为你缺工 才会造成黑工 你一旦不缺工 黑工根本无处可去 自然就会得到解决 这个时候怎么样 严刑重罚 我们在这次的公立会 劳动部也说 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严刑重罚 那严刑重罚的前提是开放了 所以严刑重罚才会有效 否则你不开放 因为他缺工 他管理严刑重罚 他照样使用黑工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外逃的黑工有8万人 你觉得我们的劳动市场 真正的缺乏的人数有多少 绝对是超过80万人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的人 他即使缺工 他宁可把电关起来 他还不敢用黑工 因为他怕被人家举发 他不想犯法 他要做良善的良民百姓 我们缺工这么严重 才导致低薪 因为各行各业没有办法 维持一定的水平 要么关门 要么缩小营业规模 产业都外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把高薪的工作机会都送给别的国家 GDP也送给别的国家 这个国家国困民体 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错误的外劳政策 我们下一段进来 够两件加热店 我们将送上双层抽屉收纳价 为您的居家增添更多便利 优惠时间直到10月31 不要犹豫 现在就选择我们的床铺加热店 获得折扣 赠品 以及更多居家便利 好我们回到现场 所以 政府不要介入 劳动力的自由市场 你可以说我政府提供一定的公职的工作机会 但是私人聘雇又不是用到政府的资源 除非因为长照2.0 或是进入长照3.0 我对于若是聘雇不了移工的家庭 我给予补助 甚至呢你用外展的方式 可能有一些机构 他可以同时聘雇二三十个外劳 随时补充不足的劳动力 或是有人有空窗期 老公逃走了 有空窗期 所以可以用这个人力来补足 然后政府来补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严格去审查 你用巴士亮表来审查 一定是急重症的 急弱势的 我才做不住 这可以理解 可是今天他完全不是这么做 他今天的做法是什么 一刀切 如果你已经有聘雇移工了 我管你是不是重症 你使用长照2.0的 喘息的服务的时数 就要被砍掉 比例就要被砍掉 这完全没有道理 我觉得这是一个行政的怠惰 结果搞了半天 一直在陈述这件事情 我们的卫福部的长照师的师长 仍然坚持 他自己的说法 什么说法呢 那你本来有外劳了吗 我们主张是机构 然后我们政策是这样 怎么会这样基同压奖呢 我们就告诉你 你的政策是错的 指出政策是错误的原因 以及逻辑 以及法源通通给你了 结果你说 这是我们的政策 你在跟他讲不对哦 你听懂了没有 你的政策是错的 然后给你回答是 这是我们的政策 那这个 卫福部的长照师的师长 他在这一次还有一段讲话 我是觉得非常的纳闷 完全不照事实来讲 这一段我特有把它剪出来 然后谈的是韩国的现状 那我们就来 先看他的说法 然后跟大家说明 韩国的现状 真相到底是什么 来我们先看 卫福部的这个长照师的师长 怎么讲 我们的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长照问题怎么解决 先进货委员也特别提到 新加坡香港 那新加坡香港真的 他没有长照政策 他很单纯的就是自由市场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聘 那如果刚刚提到的 有委员提到日本韩国 韩国是完全不引进卫工的 上次他们来参访 他们也很怀疑 台湾为什么会 台湾的民众为什么会 那么热烈的想要用移工 这个在韩国的他们负责 韩国的这个长照保险的这个代表 他觉得在他们韩国 这是他们 他们绝对不要的 他们要自己国人来照顾自己的国人 好 政府挡的东西一定会出现问题 因为社会缺这个东西 你挡了劳动力进来 社会缺乏劳动力 于是各种问题纷纷出炉 黑工出现了 然后需要长照的人 没有办法得到照顾 所有人都痛苦 自杀的自杀 对不对 跳楼的跳楼 你永远就是一日新闻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们说我们连救火兄弟 全台湾缺工三千人 我们需要的消防署 你的各地的消防队缺工三千人 从2018年民党政府执政 是2016年 可是从2018年就说了这个数字 说我们在连任的时候 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解决 眼看了2024又要到了 你如果不把这个政府踢下台 这些问题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 然后他刚刚说什么 他刚说 虽然说大家刚才都说的对 香港跟新加坡是自由聘雇 可是他为什么不知道脑筋哪里不对了 他偏偏要去谈韩国的例子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他偏偏要去讲韩国的例子 他说对啦 香港跟新加坡是自由聘雇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不能自由聘雇 他没有说 他就有说 我举个例子像韩国就不是啊 韩国到今天为止啊 他们拒绝用移工来做长照这一块 然后他们还来反问过我们 负责长照这一块的人还跟我说 非常觉得很奇怪啊 你们为什么要用外劳 移工来做长照这一块呢 我们就不能接受啊 这是真的吗 这是假的 偏偏这件事情我研究过 我还去过韩国 韩国的真相是什么 你知道韩国的劳动力长期来也是不足 我在上一段有讲过 韩国他们计算过 他们光是在营造这一块盖房子这一块 营造这一块铺路修桥这一块 他们缺工三十万人 因为韩国的出生率 在联合国来说 他是全世界倒数第一 为什么亚洲四小龙都会是出生率这么低啊 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高学历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全世界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人力资源跟人力的预测 出生人口的预测 以及什么情况之下 人口自然就会降低 大家不要担心说 世界人口会爆炸 现在新的研究出来 2080年 世界人口不但不会爆炸 会开始走下坡 而且不会往回头走 就是因为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越高的 双薪家庭 父母或是女性 出生 她的生育率就会越低 因为她觉得 我自己 有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 所以生育不是她的人生的目标 好 这是趋势 所以当台湾的教育水平越高 我们出生率就会越低 韩国也一样 可是韩国是联合国说的 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国家 那是因为台湾没有在联合国里面 所以联合国的那个数字 说的那个韩国的出生率 低于1 是8点多吧 0.0 就是如果1是真的死一个生一个 那韩国是0.8 就一个妇女生的 很多妇女都不生 那台湾呢 比韩国还低 所以我们缺工的情况 绝对比韩国严重 你说用韩国的人口 跟台湾的人口比来平衡一下 平均一下 也可以知道 当韩国的产业 在建设这一块 营造这一块 缺工30万的话 台湾绝对缺工20万以上 长照的部分呢 韩国跟台湾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韩国有一种人力 来源来自两个国家 一个是俄罗斯 因为他就比邻俄罗斯嘛 一个是什么 中国 他不是直接用俄罗斯人 也不是用中国人 不是 因为韩国是长期以来 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 因为单一民族 所以他们对于外国人不太能接受 甚至他们对于混血儿有歧视 那因为他曾经有几个国家的人 跑来这边 或是美国驻军嘛 所以 那个混血儿是会发生的 对不对 那这些混血儿在 韩国的社会不被接受 甚至有一些混血儿就被怎么样 就被出养到其他的国家 最近有这样的报道 就是这些被出养这些孩子 回去问责韩国政府 你们为什么用歧视的方式来对待我们 好 所以不是混血儿 也不是说俄罗斯人跑去韩国工作 或是中国人跑去韩国工作 有 但是数字很少 他用了什么样的中国人呢 他用了什么样的俄罗斯人呢 就是韩裔 韩国裔 会讲韩文 韩裔中国人 以及韩裔俄罗斯人 他现在是俄罗斯籍 没有关系 他可能是中国籍 没有关系 可是因为他是韩裔 所以呢 他们允许这样的韩裔的 会讲韩文的 可以沟通的人 进入家庭 不管是家庭帮佣 还是 长照这一块 这一部分的人力 是充足的 光是这种 就业市场啊 他就有几十万人 在韩国 尤其是 这种 韩裔的什么呢 中年妇女 很抢手 因为他们本来在中国 也找不到好的工作 在俄罗斯也一样 俄罗斯其实一直是 工作机会很少的 因为他们没有 这种名声的产业 所以这些人 回到韩国来工作 很容易可以找到 关于长照 这个领域的工作 那请问刚才 长照司的师长 所讲的那些话 讲韩国的情况 他有没有讲 韩国真正的 这一块人力来源 是当地的人力吗 不是啊 是外国人 这一群人 就是等于是 我们所要的移工 因为台湾并没有 台籍的 这些外国人 是愿意回来 你说我们台籍美人 美国人很多啊 他的收入普遍 比台湾人还要高啊 他怎么可能 可能回来充实 我们的长照的人力呢 我们跟 我们的历史 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人口的 这个分布 以及移民的状态 我们根本没有 那种 韩侨 好吗 我们没有那种 韩裔中国人 你有没有台裔 台裔中国人 我们有台裔俄罗斯人 还是台裔日本人 台裔菲律宾人 台裔印尼人 有这样的大军 可以充实你的服务 或者是说 长照的缺工 没有嘛 所以你不能说 韩国在这个部分 没有引进移工 所以呢 所以我们也不要 引进移工 可是人家的劳动力 已经从 韩裔中国人 跟韩裔俄罗斯人 已经补足了 我们没有啊 你这部分 为什么不说呢 而且人家一补足 补足是四五十万人 你只讲 偏听一边 然后 我就不明白了 你除了遮掩 遮盖 韩国的真相之外 还是你真的 不了解韩国的真相 他不是有互访了吗 你还不了解 韩国的真相 你到底在研究什么 你坐在 长照司司长这个位置 你觉得你适格吗 那我还是要问你啊 请教一下 那为什么香港新加坡 把这个自由聘雇的权利 完整的 在公民的手上 政府不去介入 以及干涉 政府只管一件事情 你引进的时候 你这个家计单位的 收入够不够 你不要引进之后 变成国家的问题吗 把关这件事情就好了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没有人会把外劳请进来 像神一样 把他供着 又给他薪水 又给他吃喝住 不可能吗 一定是有需求嘛 你把他管理好就好了 人权的部分 要照顾好 我们完全不反对 可是你今天 挡住了 人力的来源 长期都是你们挡住 挡了三十年了 造成 劳动力的缺乏 然后你今天开放 还在那边 滴滴嘟嘟 还在那边犹豫 然后还说 那你是要学韩国吗 那你学韩国之前 是不是应该要摆出 同样的劳动条件 你先给这个市场 五十万个 台裔的什么什么人 你有没有台裔的美国人 台裔的印尼人 台裔的越南人 不管什么人都好嘛 会讲台湾话的 你跟韩国一样 有这个劳动力的时候 你再来说这句话嘛 也不是啊 所以真的是 瞎扯蛋 我们有这样的 瞎扯蛋的官员 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所以今天你要扩大 引进劳动力的 这样的一个国籍 我们现在只有 从三个国家 引进劳动力 你如果不扩大 你现在说 我八十样表解决了 我们现在扩大 然后这是德政 可以有六十万个家庭受惠 那请问这六十万人 从哪里来 而且劳动部还说 我们现在考虑 要开放家庭帮庸 在行政运用会 已经在讨论了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你们也看到了 那请问 这个劳动力要从哪里来 你都没有配到说 只是嘴巴讲嘛 就是骗我们嘛 只闻楼梯响 不闻人下来 我们下一段进来 我们回到现场 今天我要放一段 影片给大家看 这一段呢 我们会单独剪一个 比较短的影片 大概不到十分钟吧 会放在精华版 给大家看 就是什么呢 就是属女木 今年是这个 这些劳工 从骑经 高雄的骑经 坐船 坐渡轮 要去前证 加工区 要去上班 因为呢 他们害怕 如果迟到的话 会不会怎么样 他们有那个 就是全勤奖金 领不到全勤奖金 家里穷嘛 所以在那一班渡轮 那个船长说 不要再上来 再上来的话 会死人的 会出人命的 结果 这些人还是挤上去了 挤上去果然 开船没有多久 船就进水了 进水 然后其他的渡轮 就开始抢救 很多人被抢救上来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 因为这一次的灾难 而死亡 那这个高雄的 骑经的 淑女墓 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 他们都是单身 而照台湾的 传统的习俗 单身的女性死亡呢 是不会进入家族墓的 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会就这么处理了 也不是多少年前 这50年前啊 都有土地的地墓了 什么都有了 清清楚楚的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事件 这一些罹难的 未婚的女性 就被直接安葬在 骑经啊 跟出世的这个渡轮啊 渡轮口 没有多元 就直接在路边 就把她埋了 当然是一个一个埋了 个别埋了 就是一个一个的墓碑 又立在那里 那后来因为 可能道路拓宽什么了 这个墓呢 总共被迁了三次 被迁了三次 第三次 现在就是在 现在这个位置 然后后来就 拨了预算 这一边呢 还有一个高雄的 奇金啊 的一个生命纪念园区 名字很美啦 生命纪念 可是事实上就是 那股塔 盖得很漂亮 就在旁边 然后前面呢 有个小公园 然后就有一朵莲花 这朵莲花下面的那个 用这些花钢石 所围起来的 就是二十五位 这是二十五 鼠米墓的那个墓碑 就被包裹在下面就对了 那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恐怖 就是一个一个的墓碑 然后二十五个非常的密集 林立在那里 你骑车经过的时候真的 或是开车经过 或晚上 所以有很多 穿着附会的这种鬼故事 或是有人真的晚上 跑去那边冒险 其实是对死者的不敬 不管你是穿着附会 说什么鬼故事 或者是说晚上去那边 大探险 其实都不对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时间 我其实跟大家说过 我们为什么要去看 这个二十五鼠米墓 拍这个影片给大家看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 都没有看过 第一个 这个园区很大 政府已经花了很多资源 在上头了 我们也觉得 这样的一个公安的问题 应该是要能够 就像火灾的灾难一样 我们应该要留下深刻的记忆 然后不要再犯 这件事情不能够再出现 再发生 可是竟然中央 就是许明春 劳动部部长 大笔一挥 核准了 从就业安定基金 我刚讲 这些弱势家庭 聘雇外劳之后 跑跑变成黑工 你也不解决 你也不退钱 然后他缴的就业安定基金 你拿来这样花 要怎么花呢 他们就业安定基金 给了高雄市政府三千万 然后是在 二十五鼠女路这边办活动吗 不是 这三千万呢 是要在卫武营吧 要在其他的地方 要办大型的活动 美其民是纪念 其实是什么 不过就是做活动啊 你资金多啊 然后 巩固你的政权啊 其实还是 说到底还是为了竞选啊 不是吗 然后被踢爆之后 赶快踩刹车 然后高雄市政府也说 我们不申请了 其他的县市政府 有的申请到 即使是绿营的申请到 二三十万 劳工的项目 然后去中央去挖钱 那其他的我没有看到 什么蓝营的政府 有领到钱 然后许名称还 振振有词的说 难道不应该吗 这个是 符合就业案件基金的 那个 要怎么花的 这个项目的规定啊 为了纪念这个 劳工的事故啊 那我说在路上 所有出车祸的 骑摩托出车祸的 上加班途中 死亡的 所有人都是劳工啊 你为什么不纪念他们呢 三千万耶 不是三千块耶 我不觉得这二十五淑女 他们会赞成这样的事情 不要再消费他们了 美其名是为了劳工 消费他们 然后呢 其实是在做你的 政党之间的私相授受 而且这个预算 有没有预算书啊 花到哪里去 结果没有耶 他们有对外招标耶 是市政府 告诉市政府自己要把这笔钱花掉 如果今天不是绿营自己的立委出来踢爆 那有谁多少人会关注这些事 那过去就案定基金 到底都花到哪里去了 不清不楚的 你说有啊 我们都有预算啊 我们去补助那一些 可能失业的人啊 让他上课啊 或是给劳团啊 有一些给的工种 有的给的商种 莫名其妙 你就看那个戏幕 你就会知道莫名其妙 所以我主张 我跟雇主协会 我们主张什么 对这些弱势跟重症的家庭 不应该再继续开征就业安定基金了 因为你并没有 就就业的这个部分 有任何的贡献 今天为什么雇用这些人 来移工 来照顾这些重症者 他没有抢走任何台湾的人的工作机会 所以他对跟就业安定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要再从他们身上挖钱 去做你政党的活动了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25属女木的整个环境 以及我们回顾一下 前镇这个渡口 就是他们要从奇经到前镇那个渡口的位置 我到现场拍一遍给大家看 走一遍给大家看 跟着我去看现场 很多事情你如果不去现场 你根本不知道历史是怎么一回事 真相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在这段影片的尾声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 就画一个ending 写下一个句号 开会这段影片 我们下一集见 好我现在来到这个奇经 高雄奇经的25属女木 那现在改成叫做劳动女性纪念公园 那后面那种圆形的建筑物呢 事实上是奇经的生命纪念馆 就是那股塔 那这边前方也有一个造型的这个装置 那旁边就是这个非常快速的一条 车辆就是来来回回的 那其实我来过几趟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在这边驻足的 所以这个公园事实上是没有人来的 那没有人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 这边是那股塔嘛 所以一般如果不是你来平调亲人的话 是不会过来的 那这边做了一个莲花造型的 其实他就是把当时一个一个的 25属女过世 然后事实上是有墓碑 那他就用一个造型的莲花的造型把它封起来了 所以你就看到是一个好像 不是一个个墓碑的提合 那看起来会比较不是那么的 有人可能会害怕 就是一个美观的造型 那后面其实这个公园的面积还蛮大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还蛮大的 那后面那个纳谷塔呢 据说就是因为风水好啊 环境也好 停车也方便 所以甚至不是高雄本地的人 而是外来的使用者大概有六成以上 那这个就是现在高雄市政府有说 他要尽量保留一些塔位 给高雄本地的人使用 那所以我们来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实际走一趟 公园呢到往前走 就是旗津 那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就是有海风 有点点黏 这个是下午的时间 那我想说下午的时间嘛 来这边是比较 阴气比较重的地方 所以下午来不要晚上来 好 那对对于先人 在1973年吧 因为都是未婚的女工 然后做渡轮失事 死亡 其实我们应该要检讨的是 我们对于劳动条件 以及交通的条件 是不是在这几年中间有提升 满50年了嘛 那现在最多的交通事故出事的 也是摩托车的事故啊 那工商的事故事实上 现在都尽量是注意 然后有劳减 所以安减 所以是减少了 好 那所以我们就回到棚内 来谈一谈 旧安定基金到底应该要怎么使用 好 这里就是旗津渡轮站 就是我们刚刚看了25熟女墓 它事实上当时出事的时候 就是在旗津跟前阵之间 需要用这个渡轮来摆渡嘛 因为当时并没有地下的过港隧道 好 那这样子就是当时据记载 好 我们找到的资料 据记载 就是当时他们其实那个渡轮为了要赶着上班 怕没有领到全勤奖金哦 那迟到 所以呢 就硬是挤上去 当时那个渡轮的条件不能够挤上那么多人 然后挤上去之后 开船没有多久就出事了 进水之后尽量的 其他的渡轮也都赶快来施救哦 可是就最后还是有这么多人罹难 所以这是当时的事件 那目前的船票其实也不贵 全票是20块 30块 学生票是25块 然后优待票是15块 那他开船的时间呢 出发时间其实5点多就有了 然后最晚到什么时候呢 到11点的时候还有哦 所以这是夏日的时候 甚至是11点55分到2点中间哦 凌晨2点的中间还有船哦 然后这个这个船舶是摩托车也可以上去的 好 这就是骑津 骑津 轮船 轮船 SPA 可以输动筋骨 小水排肿 让自动伤害远离你 但是你知道 当我们赤裸的身体放松时 自动加热的放料床 是一张充满电子波的电子吗 SPA 电为了防止顾客受凉 都会在放料床上铺一张暖电 是总用手指滑锅中暖电 你会发现微微凸起的异物 那是密布的电线 利用电线过负载发烫 产生的物理现象来发出热源 过负载发烫其实很危险 它是让电线一直处在烧起来的边缘 来达到发热的效果 这种电线呢 通常使用期限也不长 因为高温反复的加热 让电线的包覆材料容易脆化 就会有漏电导致触电的危险 这种交流电的电坛很常见 900到4000台币的价格 中国跟韩国货居多 但是呢 这种产品的电磁波 比运转中的微波罗还高 对身体的危害很大 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个呢 是电磁波的测试剂 我们把它打开来测一下 打开来的时候呢 发现它会有一个数字 那我们稍微转换一下单位 我们把它转换成豪高斯 会出现0.3到0.2再跑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值呢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中 它有Wi-Fi 墙壁有电线 还有其他环境中的电器 包括手机发出来的讯号 这些都会发出电磁波 再来呢 我们测测看手机的电磁波 好 拿出我的手机 我们来看一下 就发现说它的数值 也差不多来到0.3 0.4的豪高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运转中的微波罗的数值是多少 好 把微波打开 按一下微波 我发觉说呢 大概9 10 11 12 数值差不多落在11 12的范围 好 那我们来测一下一般的电磁 我们先把它电线接上 那一般的电台呢 它是没有变压器的 就是这样一条电线 它就是交流电 好 我们把它插上之后 把开关打开 好 我们来测一下它的电磁波 好 发觉有到30几 50几 60几 好 这边来到 刚刚甚至跳到80几 20几 30几 其实数字非常的高 就跟一台运转中的微波乳一样 非常的惊人 除此之外呢 传统电磁还有烫伤的风险 所以它使用的警语是 只能当盖背 不能当热电 因为传统电磁在运作的时候 电线的温度其实是很高的 要是身体再压到电线的状况之下 等于直接接触电线的高温 很容易被烫伤 所以一般人使用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因此严重烫伤的报导时有所闻 如果你家中还有这种传统电磁的话 建议你不要再用了 我们就赶快把它丢掉吧